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我现在在中国跟大家见面 今天是2019年1月7日 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郭文贵 关于郭文贵的这个视频呢 其实我昨天晚上已经录了 结果呢 因为操作的问题呢 给他误删除了 所以呢 我现在也再重新录一遍 这个视频呢 会非常的具有喜感 因为呢 我想讲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关于郭文贵宾故事 有很多人可能都会知道 有一个网友叫东方来 他是好长时间跟美猴王两个人搭档做节目的 他虽然呢 不露面 但是节目做的还不错 所以可能好多人呢 都知道他 他叫东方来 最近呢 他发了一个推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发了一个推特呢 是这样的 他就说那个郭文贵呢 他最近1月1号的时候呢 他有做直播 在直播当中呢 有一个小蚂蚁给他打电话 问他一件事情 然后呢 这件事情就特别的搞笑 小蚂蚁呢 在1月1号的时候给他打电话 就问他说 郭先生 那个91号文件什么时候跟大家见面呀 然后郭文贵呢 就是眼珠子转来转去 说91号文件 从他的眼神呢 很明显呢 能看出来 他就不知道这个91号文件是什么 他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呢 他得硬撑啊 他一定也得挺住啊 91号文件 这个91号文件呢 跟大家见面 恐怕得到2020年了吧 2019年的年底 杨历年交接的时候 2019年年底 2020年年初 这个91号文件会跟大家见面 因为91号文件是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大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一定要在一些 像美国呀 澳大利亚 英国呀 日本呀 这些国家呢 在共同的协助之下 这个文件呢 才能跟大家见面 因为这个文件啊 太重要了 这个文件 它几乎涉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 好 说的呢 特别的那个神乎其神的啊 特别神乎其神 估计就是提问提问的这个网友呢 可能都得被整晕了 因为呢 提问提指这个网友呢 当时一定让郭文贵给整晕了 但是 现在这个网友啊 一定是乐了 为什么 因为东方来先生 把这91号文件给大家揭秘了 这个91号文件是什么 所谓的91号文件是什么呢 其实它没有一个什么91号文件 它是在去年 现在来说 因为现在2019年了 现在来说应该是前年了 就是2017年5月份 东方来先生啊 他整合了一个视频 他是在2017年5月29号的时候 郭文贵在提到王岐山的私生女和姚庆人的时候 出示了一本证据 就出示一本证据 说这样的证据呢 它有91份 并要求呢 大家记住 这个数字91份啊 说呢 时间能证明它能拿出来 所以呢 在1月1号的时候呢 这位网友就问他91号文件 这个网友啊 他是记错了 郭文贵在2017年5月29日的时候说的 并不是91号文件说 它以这样的文件 它有91份 91份 因为这个郭文贵啊 他经常去跟自媒体的人捣乱 如果你也用他的这个视频的话呢 他就会举报你 然后呢 就让YouTube把你的视频给你拿下来 甚至于他举报你呢 YouTube把你的这个账号给你关掉 所以呢 我不想在我这个视频里面 插入他那一段视频 但是呢 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放一下 放一下他那声音 那他说的啊 给大家听听 我这个 我这网友 我多能拿出来啊 像这样子让我能拿个91份 大家记住啊 91份 这个我会不会说的素质啊 我希望用时间来证明 我能拿出91份来 这位是谁 王岐山先生的私生女 听到没 他说 这样的文件我能拿出91份来 时间能证明 我能拿出来 大家看 这一份是谁 这一份是王岐山先生的私生女 这是他说的那个91这个数字 请大家记住这个数字 91份文件 不是说91号文件 那位网友绝对是记错了 但是那位网友一定是指的这件事情 如果那位网友 没有看到东方来的那个推特的话 那这个网友呢 我希望他看到了我这个视频 他就会知道 他说的那91号文件 就是郭文贵刚才所说的 那个91份证据 是这个 但是郭文贵啊 他编故事 他编了后面 他忘了前面 他根本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所以呢 这事隔这么长时间 多长时间了 2017年的5月29日 到2019年的1月1日 500多天 郭文贵根本就忘记了 当这位网友提出来的时候呢 所以说 他就傻掉了 91号文件是什么呀 郭文贵心里就说 哇天哪 91号文件 这网友那么考我 不提钱 给我透一透这题 我也可以准备准备 对吧 但是也不能认怂啊 不能认怂啊 你不能跟那个网友 小蚂蚁说 91号文件是什么 不能这么说呀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只能是装插充愣 他只能是愣撑着 你看他怎么说的啊 这张图当我发出去以后 我在频道中 很努力很努力 我这些是有机 是不有机 对的 还有一位站友呢 是非常关心郭先生 在视频里面说的 91号文件 希望呢 想问一下这个 郭先生 什么时候公布 91号文件呢 谢谢各位战友 91号文件呢 公布 我觉得应该是在2020年吧 2020年 2019年的年末 也就是在 2019年底 杨岭年 交接之日 我觉得应该开始 应该开始啊 在这之前是不会报的 这个91号文件 会在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日本 这些国家政府的权力合作下 在他们 对我 和对所有的 爆料相关的人 和掌握色上 进行了 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 情况下 这是一个 才开始使用这个 另外一个 我们这个91号文件 会在 多个国家同时爆出 因为 91号文件 涉及到了 世界上 几乎所有的国家 他说啊 他说这91号文件 涉及到 这个世界上 几乎所有的国家 真能扯呀 这个郭文贵 这郭文贵 就这么 信口赐黄 胡说八道 其实在他早在 我看清他 早在他和那个夏业良 闹掰的时候 那会儿我就觉得 他说话真的是不靠谱 那个夏业良 明明是他跟夏业良说 哎 你是来自于北大的教授 还有一个刘刚 他也是来自于北大的 你们应该合作 组成一个团队 来对这个北大 来把这个北大 给他搞垮 如果是需要钱 来揭露这个北大 对吧 如果说需要钱 我郭文贵出钱来支持 这都是他说的 他是应该是在 2017年的3月份 4月份那时候 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 他说的 好 那夏业良啊 大学教授知识分子 一根筋 分不清什么真和假 什么都当真 不过话又说回来 那会儿你说 他说那话 你凭什么就说 他不是真的 对不对 他这么一大富豪 他跑出来了 然后跟共产党闹翻了 现在对吧 要举起这民主的大旗 对不对 然后你怎么就死活不相信 也不太可能 好 夏业良就相信他 就跟他讨论 夏业良拿出来一个计划 然后就跟他讨论 讨论来讨论去 下午的时候 还跟人家夏业良 跟他讨论呢 结果晚上的时候 就郭文贵在视频里 绷击一下 就管人家夏业良 叫夏至窗 我当时就特别纳闷 哎 怎么夏业良 怎么突然就变成 夏至窗了呢 特别接受不了 当时 当时还有一个女士 还有一个姓张的 那位女士 可能好多人都知道 我说的是谁 对吧 就以那种红卫兵小将的那种姿态 出现的做一个视频 对吧 誓死捍卫郭文贵的那种架势 然后就开始批判 那个夏业良 说你夏业良 凭什么管人家郭文贵要钱 郭文贵的钱 那个欠你的吗 难道 人家郭文贵凭什么给你钱 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 这位红卫兵小将 怎么回事 不是郭文贵自己说的吗 我还特认真 当时我还给他留言 我说那是郭文贵自己说 我亲眼看的 那视频啊 郭文贵自己说的 人家夏业良没有管他要钱 是他让夏业良和刘刚 组成team 来这个揭露北大什么的 他出钱呀 人家谁管他要钱了 对吧 夏业良那种知识分子 穷死我想他都不会去乞讨 对不对 人家能管他要钱吗 那位红卫兵小将 当时他又说 不是吧 他就反正一口咬定 夏业良管那个 郭文贵要钱 郭文贵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一会这么说 一会那么说 说翻脸就翻脸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也不怕打脸 还有一件事特别明显的 就是捐款这件事 一开始呢 当然他去联络那些海外民运 海外民运都支持他 包括唐白桥 据我所知呢 唐白桥是他接触的第一个海外民运的领袖人物 唐白桥呢 跟他后来是因为意见不一样 唐白桥就给他提了点意见而已 然后他就翻脸了 就跟唐白桥翻脸了 然后就开始批判这个唐白桥 说是募捐 因为当时有一个派别叫倒唐派 那些人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倒唐 一天到晚的就攻击唐白桥 攻击唐白桥的点就是募捐 其实这些海外民运 有很多人应该都募捐吧 因为他都那个没有一个职业 他们就是把民运的这件事情 当成他自己的一个事业来做 那从哪来钱呀 对吧 你只能募捐嘛 唐白桥呢 是一个反正是用募捐的手段 来支持他的这个事业的吧 然后好多人呢 就攻击这个唐白桥 因为也有其他的人也募捐 所以郭文贵呢 从一开始攻击这个唐白桥 募捐开始 就攻击这个募捐 说你海外民运的这些人呢 你就是叫花子 然后你募捐 你凭什么管别人要钱呢 什么的这些 然后呢 就天天地就批判这个募捐呀 大家都不要捐 他那么有钱 他不光他自己不捐 然后你说大家都不要捐 要钱就是不对的 募捐就是不对的 我记得我曾经还做过视频 我就说 你这些搞政治的对吧 谁不募捐呀 想当年 对吧 孙中山先生 他的主要的任务 就是全世界利用他自己的这个社会影响 全世界他去募捐 莫来的那个捐款 来支持那个革命事业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西方的民主国家 那所有竞选的 哪一个不募捐呀 谁有那么多钱啊 就算川普有那么多钱 他也不能说 全部都用他自己的钱啊 他也募捐的 对不对 都募捐 搞政治的 谁不募捐呀 然后郭文贵呢 好 就死活就是批判这个募捐 结果呢 他最近 他成立一个什么司法基金 这个司法基金呢 他现在开始募捐 张嘴闭嘴 反正是都是他 反对募捐的也是他 要募捐的管人家要钱的也是他 那些小蚂蚁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去攻击那个唐柏乔的时候呢 振振有词 觉得呢 你们就是那个叫花子 就包括我也一样啊 对吧 我本来呢 是做移民的 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呢 越来越紧 移民的 适合中国人的 这个移民项目呢 越来越少 现在都基本上不适合中国人 就作为我来说呢 基本上就没有客户了 对吧 我做的是一个移民的生意 没有客户了 你说我是不是要饿死 然后呢 我就是那个 做这个YouTube视频 大家也都知道 YouTube视频呢 就是靠 就是一点广告 然后YouTube 跟你分成 分多少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一点点钱 大家都知道 这一点点钱 对吧 尤其是如果你点击量 很低的话 然后就一点点钱而已 就是很那个 就很少 就很少很少 我呢 有的时候呢 我也公布了 我的微信号 然后呢 大家可以打赏 打赏这东西 你愿意给 你就给 你不愿意给 你就不给 对吧 有的人就是也来攻击 哎 你说那个 管人家要钱 脚花子什么之类的 你愿意给 你就给 你还不掏钱 你还跟人说三道四 瞎逼逼 对吧 那些人呢 我觉得那些人 有可能就是一些小蚂蚁 那你要是去指责别人 对吧 你光贵 你不要募捐啊 其实募捐这件事 一点毛病都没有 就是光贵 他不募捐的时候呢 他就攻击别人 等他募捐的时候呢 哎 他一牛脸 他又说 他又募捐 他又忘了说 那个说是 什么捐款是 什么行为 什么行为 他自己说的 对吧 他就不管了 光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嘴上那两张皮 想怎么说怎么说 这个闹这个笑话 东方来给组织了一个小视频 这个小视频呢 我在我的那个推特里面 我给他转发了 我不能插到我这个视频里面 因为光贵会举报的 那我在推特里面转发了 大家可以去看 是东方来搞的 是东方来搞的 你也可以直接到东方来 那个推特那 你要订阅了那个东方来的话 你直接到他的东方来 那个推特里面 你直接到那去看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募捐 这个也有人给他整合在一起 我也转发了 大家可以到我推特里面去看 我的推特账号是 你要想跟我互动 推特不是一个正确的地儿 因为推特呢 不是很常在推特上面 跟网友交流 我的推特里面不是很活跃 你要想跟我交流的话呢 你可以加我微信 你也可以加我 那个WhatsApp Line 什么的都可以 但是就是推特 我很少在里面交流 因为他不能语音 我这人呢 把时间看的比较重 我不喜欢打很多字 靠打字的方式交流 我觉得就浪费很多时间 我喜欢语音 所以呢 我喜欢YouTube 以语音的方式来表达 比较高效一些 如果用那个聊天工具 像微信啊 WhatsApp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WhatsApp 但是如果你是国内的的话呢 WhatsApp不容易上 WhatsApp也要这个翻墙才行 现在我知道 需要翻墙才行 你跟我微信也行 WhatsApp也行 好吧 因为可以语音 如果你WhatsApp能上的话呢 我比较preferWhatsApp 因为WhatsApp 它那个留言呢 是不限分钟数的 微信 你这一段留言呢 只能是一分钟之内 有时候你还在说呢 这一分钟已经到了 你知道吗 当你发现 呦 这一分钟早就到了 你都不知道你说到哪 你说的有一些话就没录上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微信 再说微信的安全性 比较差一点嘛 对吧 WhatsApp比较好一些 有网友跟我说 WhatsApp呢 是安全性最高的一个聊天工具 这又是为什么中国他给他block了 好 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